好我们前前有讲到北京现在正在遭遇所谓的暴雪袭击 而且大陆的气象台也非常罕见的发布了黄色的冰冻预警 我们今天也邀请到非常久不见的资深特派记者陈尚如来到现场帮我们分析 尚如姐好 西依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那这个我们在请教尚如姐之前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目前大陆下雪的状况 我们来看到他们现在发布了所谓的冰冻预警 而且是黄色的预警灯号 预计呢在13号到16号的北京大水有可能会变成暴雪 而且受到暴雪影响当然列车飞机有可能会停驶 而且现在学生也停课采居家学习就是希望避免外出 而且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呢 可能山区还有郊区的景点都临时性的风源 那么另外我们来看到这个雪中的紫禁城非常的漂亮 还有北京的故宫 只要遇到下雪这个景色就很美 所以在未来四天的门票也全部都杀光 而且甚至故宫拍雪这些字眼也登上了热搜 所以看得出来大家非常喜欢这种雪中浪漫的景象 所以我们想要请教尚如姐 因为讲到下雪大家都想到他非常的浪漫 因为我记得之前有看到你之前在内蒙古采访 零下二十几度的这个采访的场合 是不是真的这么浪漫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说句老实话就是对我们南方人而言的话 会觉得下雪很浪漫 因为毕竟你久久才见到他一次 而且他跟你的生活没有那么的息息相关 但说句老实话当你到了真正下雪的地方 而且是一下下整个冬天 你知道在内蒙的话呢 有一个地方呼伦贝尔 他的冬季呢是长达九个月 就十二个月里面有九个月呢 他属于冬季 所以他的供暖期呢也是长达了九个月 那就一点都不浪漫 我举例来讲好了 像这一次的话呢 我们就是去以后呢 你就发现到在生活当中啊 遇到了种种很不方便的地方 首先的话呢 就是你一抵达以后呢 你发现到你要叫车 那你在大陆的话呢 基本上叫车啦 快递支付都很方便 对不对 但重点是当你进行了网路叫车的时候 发现到你前面还有260个人在等 结果你知道吗 那一天的时候呢 我跟所有的人一样 等了三个小时 哇 对三个小时 天啊 而且当然是在室内 但是就是要等很久 三个小时真的蛮久的 真的是超崩溃的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他会随时会因为雪 而且不只是因为下雪 会封山会封路 同时的话呢 结冰 他也会封路哦 有一次的时候我们要去采访嘛 然后呢 你就上了高速公路以后呢 然后驾驶才发现到哇 前面封路 好重点是你在高速公路 你根本是进退两难你知道吗 对 然后你就怎么办呢 所以的话呢 你就是有一种很想死的感觉 哈哈 对的确还感觉我们想象的很浪漫 但是事实上其实是非常困扰的 而现在北京下雪的状况如何 我们赶快交给我们 TVBS北京特派林敏震 这几天北京讨论度最高的话题之一 就是下大雪了 像我所在的商务区朝阳这一带 雪今天是从上午七点开始下都没有停过的 这次北京雨雪寒潮发威 是从昨天也就是13号就开始 当天官方是同时发布了暴雪寒潮 还有道路结冰三项预警 到了今天14号官方的讯息也是不断的发 提醒民众现在是寒潮橙色预警 一天之内可能会降温14度到16度 多地降雪已经达到了大雪的量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大陆中央气象台 针对这次的寒潮还罕见的发布冰冻预警 上一次发布冰冻预警已经是10年前了 预报显示是包括了陕西湖北安徽河南 还有山东贵州湖南等地部分地区都有可能陆续遭遇冻雨袭击 那么华北地区降雪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累计的雪量将达近10年来同期最高 最低的气温也将近或者是会跌破历史的同期记录 避免大雪天气造成灾情 那么北京官方这两天也是发布了不少的临时规定 包括昨天今天中小学还有幼儿园的学生 都是不要到学校得居家学习 同时是倡导市民错峰上下班 还有弹性办公 因为下雪能见度降低道路又湿滑 官方是建议车辆尽量少上路 因应上下班时间的人潮 地铁还有公车都是加开的 另外北京一些景点像香山公园 国家森林公园 还有一些是山地的景点 都是发布了避远的通告 不过受到游客欢迎的故宫没有关闭 这两天不少人是跑去了故宫拍照 也成了热门的话题 那么北京官方数据显示 应对新一轮的强降雪 总共是准备了 扫雪产兵车辆7441辆 有超过7万名工作人员待命 处理降雪造成的情况 同时北京也向社会单位还有全体市民发出倡议书 号召全民参与义务扫雪产兵 北京这次寒潮天气 预计在15号开始会逐渐好转 好的确像观众朋友李振中 刚刚看到我们敏征在北京 这个雪下的蛮大 而且也说他鼻子都冻红了 真的是辛苦敏征 像是观众朋友Lukas也说 在这种下大雪的天气 骨折的人可能会比较多 因为真的还蛮容易跌倒的 那我们来看到这个大陆 现在受到海流的影响 但是现在其实还不是最冷的 我们看到新疆的北部 现在已经开始大幅度的降温超过20度 现在这个地图上面呢 颜色越深的地方表示降温的幅度是越大 所以看得出来 现在影响的范围已经是蛮广的 而且到底会降的多低呢 预计在17号早上 我们来看到这一张图 我们先看到这一条深蓝色的线 这个是零度线 它大概会压在这个贵州南部 还有江南北部的地方 而至于现在这个前绿色的这一条线 是零下10度线 它大概会压在黄淮北部到秦岭的一带 这也表示说最低温有可能会 会跌破所谓的历史极值 看起来真的大陆这边的人 真的是要迎来非常寒冷的冬天 那我们要来请教向如姐 因为像我们很多人 如果有去过雪地的人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就你的手机呢 在雪地里面很容易就没有电就关机了 那上次其实我刚刚也有看到李正中有说 那这个下雪这么大 电车就非常危险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非常积极 在发展能源车跟电车 那他们现在在这种这么寒冷的天气 是不是也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是啊 他们很多的车主啊 就开始纷纷抱怨说 哇天哪遇到了低温 然后呢又是暴雪的情况底下呢 就发现到 哎这个新能源车好像有点不太好使 而首先的话呢 原因就是因为 呃你在那种低温的情况底下呢 第一你的放电速度会加快 再来第二的话呢 你的除电速度呢会降低 还有再来你天气冷嘛 你一定会在车子里面开暖气 好那么暖气呢也会增加你的耗能 再来一个的话呢 就是很多的新能源车的车主 他们通常的话呢会错峰去充电 换言之呢 比如说现在的话呢是尖锋时刻 那我就不要在尖锋时刻 那你说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尖锋时刻 因为他通常会告知 就是说在什么时间段之内的话呢 在他的电费是多少 一度电是多少 那你就可以选比较低的那一个 好结果后来的话呢 大陆的话呢就有特斯拉的车主呢 他就发现到了以前那时候呢 他就是离风时候去充电 那时候的话呢一度电呢 是1.29 1.08 结果后来你知道吗 一个下雪以后呢 他1.08冲到了1.29 换言之呢 他根本就没有省到 然后呢 还有网约车的车主呢 他们仔细去算过以后发现到了 他明明开的是新能源车 但是呢所有的车费 竟然会比加油的车量还要高出了 四五百块人民币 就相当于1,700到2,200台币 哇那是不是会反而觉得这种时候好像开油车 好像还比较省钱 而且甚至感觉好像比较 不会面临所谓的没有电的风险 对啊不然的话这样子真的是太恐怖了 而且再加上你知道吗 新能源车的话呢 因为大陆就像你刚刚欣宜你说的 他们现在的话就大力推新能源车嘛 所以的话呢 在全大陆的话 如果以2023年来讲的话呢 汽车的总销量3000万辆左右 新能源车的话呢 大约有940万辆 那就三分之一都是新能源车 所以有很多的新能源车车主呢 尤其是北方的车主呢 他们在经过这一次的极低温 然后呢又是暴雪的话 他们就发现到 嗯好像这个充电好像有点辛苦啊 对的确是感觉好像电动车 新能源车的电池的部分 还有很多这个充电设施等等 其实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了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向如姐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帮我们进行分析 谢谢向如 谢谢心意 谢谢大家 好我们刚刚讲到 现在中国大陆面临所谓的暴雪侵袭 就像刚刚说到 很多新能源车的车主就在抱怨 电池续航力变差 除电效能变差 而且充电的电费 居然也悄悄的开始涨价 警车以时速30公里 带领大约3000多台 滞留在高速公路上的大小车辆 缓缓离开 大陆寒潮暴雪冰冻大风 四域紧齐发 夺地路面结冰 就连车祸也变多了 其实我走的也不算太快 当时可能就没经验嘛 因为我是南方的重新的嘛 就没碰到我这个情况 天寒地动车辆性能更难操控 尤其低温会让电池放电速率加快 除电能力大幅降低 现在网路上不少大陆车主 除了抱怨电池续航力问题 更多人埋怨 公共充电桩电费开始悄悄涨价了 只是去年稍微有点优惠 今天好像优惠少了 略微有点上升感觉 充电桩公司刚开始低价抢市 随着营运压力升高 陆续取消优惠后 让新能源车车主荷包大缩水 根据粗估 即使专挑优惠时段充电 每个月照样会比以往 多出折合新台币 1700到2200的充电费 外加冬天 电池续航力容易衰减 养车压力越来越大 续航里程缩短 电池充电变慢 空调暖风系统耗电量多 也难怪车主们戏称 这波寒潮暴雪 是新能源车的一次大考 TV北新闻综合报道 在今年9月的时候 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了越南 双方签署了 全面战队伙伴关系协议 而为了不让西方民主国家 趁虚而入 习近平呢 睽違6年也再度的访问了越南 而对外也宣称 中越是所谓的命运共同体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越南总理范明正 对着镜头握手笑开怀 习近平任内第三度的越南行 也是今年最后一趟出访 短短两天访问 两国一签就签了37项合作协议 其中包含中越跨境铁路的建设资金易住 习近平认为中越是命运共同体 然而中国不断在南海扩张领土 让越南心存忌惮 加上今年9月 美国总统拜登才到越南示好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睽違六年 再访越南 要确保双边的矛盾已解不已结 中国需要拉拢越南抗衡美国 但越南仍在两大强权之间维持等据关系 外媒美国之音分析 习近平这趟出访 不代表中国接受越南的南海主权主张 毕竟中国是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 兼第二大进口市场 只要不挑战中国的南海利益 越南就不会面临贸易暴富 越南是今年全球唯一 先后有美国中国领导人访问的国家 凸显地缘政治重要性成为最大赢家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香港一床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勾结外国势力 因为违反国安法遭到香港政府关押 三年之后将在下周一也就是18号的时候进行审判 而现在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也四处的奔走 呼吁国际对中方来施压 近日他也获得了英国外交大臣卡麦隆的境界 那么官方现在也释出了双方会面的照片 这也让大陆的外交部气得跳脚 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一案 18号将开庭审理 黎智英28岁的儿子黎崇恩 12号获得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卡麦隆接见 希望国际施压争取父亲获释的机会 英国外交部在社群平台发布两人会面照片 明确表示反对国安法将继续支持 具有英国公民身份的黎智英 但此话一出彻底惹毛中国大陆 黎智英是反中乱港的首恶分子 香港特区依法追究其责任无可指摘 英国自诩法治国家 却公然干预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 不怕中国威吓 黎智英积极创造声量 并接受美联社专访 黎智英认为日前华裔澳洲记者陈磊 能成功获释 就是因为澳洲政府频频向中方施压的缘故 因此他呼吁英国政府应该硬起来 已经76岁的黎智英 因为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 入狱关押超过三年 由于定罪率几乎百分之百 罪名一旦成立 黎智英恐怕将面临终身监禁 黎崇恩担心香港政府缺乏公正审判机制 黎智英或是希望渺茫 不过与黎崇恩会面后 英国政府并未公开呼吁大陆 无条件释放黎智英 后续政治动作和效应有待观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华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